電價父分馬總統他是說 他覺得這個怪檯電說不應該夏天漲 另外一個是講說 這種社會脈動他都是要問他的邪魅住 周美清夫人 這兩個 第一個 當時油電雙漲 社會上一片反對的聲音 當時 大家都指出 油電千萬不能漲 否則立刻會帶動物價上漲 同時呢 會增加企業經營的困難 歐債危機馬上到 台灣的油電雙漲政策 當時 在馬總統一意孤行之下 那麼多反對的聲音 為什麼馬總統 你都沒有聽到 你不是說要帶鋼盔向前衝 你不是說 如果不做就會後悔 那現在 你又把責任 推給別人 推給台電 千錯萬錯 馬英九就是不會錯 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馬總統 從來不認錯 他說 台電為什麼挑在 夏天的時機 來調整電價 當時 這是個 引起社會重大反對的議題 沒有馬總統的同意 台電敢嗎 而且 總統 還親自出來背書 說 今天不做 明天就會後悔 還說要帶鋼盔向前衝 那現在呢 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他說他的夫人 我們第一夫人周美欽 經常在基層跑 能夠非常精準的 掌握民意 第一夫人 聽到的民意 有告訴總統嗎 那告訴馬總統 有用嗎 油電還是漲了 物價還是漲了 正所稅 也強行通過了 那社會的經濟 造成那麼大的傷害 使用率那麼高 人民的薪資倒退 這些情形 還是發生了 所以我們認為啊 完全執政 應該要完全負責 這是馬總統 當年的話 那現在總統呢 馬英九 執政以來 我們看到的 都是 一味的推卸 所以呢 他經濟搞不好 推給國際 推給歐債 推給他的部署 林律師的案子 他說是吳波雄提拔的 跟他也沒有關係 台電漲價呢 他說為什麼要挑戰夏季長 好像跟他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總統喔 要負起 身為國家領導者的責任 要負起政策成敗的完全責任 像一個總統好不好 當總統就是要有國家領導者的風範 不要老是卸責給別人 埋天願地 這是我們對馬總統昨天的談話 我們覺得非常的失望 謝謝大家